這位是我們的好朋友Edward 嗨 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喜歡做小黃還是做Uber? Uber 那為什麼? 第一,不會有味道 第二,不了政治 喔,真的耶 那你覺得服務比較好是不是? 大部分的服務是比較好的 OK,好,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我今天做了一台Uber 應該是這樣 如果有一天你做了一台Uber Uber到了 然後門打開上扯 那時機也不跟你打招呼 然後都不跟你講話 然後你就門關起來 然後到了定點之後 你下車他也都不跟你講話 你會覺得他服務好還是不好? 我以為我在坐計程車 我經常問你這件事情 我剛剛來你這裡找你 就是給我做到一台這種 我跟你講,有時候真的不是說 一定他要跟我們說謝謝 但是有時候人跟人之間見面 是不是打個招呼嘛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Uber 大於建設原則是因為那個溫度 對啦,就是我們今天會想說 我們就是期待就是 我不失望你給我開門 都不需要不需要 就是啊,嗨,你好,這樣就好了 對啊,沒錯 他不是,欸 他完全不理我,你知道嗎? 我覺得好像坐幽靈車,你知道嗎? 我會一度以為 就是我會下次再看一下說 這台是不是 OK,我今天會問你 就跟你確認說 我是不是那種鳥摸的 還是大家想法都這樣子 我對Uber會有個期待 我們不是說真的要服務特別好 就是說,欸 你也不用跟我聊天 但是可不可以見個面 對,打得招呼 嗨,你好,這樣 對,我喜歡這種感覺 對啊,這樣就好了 好吧,我決定給他付品 就這樣子 我大概沒有立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